規劃單位代表執意基金會 就這次在大湖公園周邊的社會福利特定專項區 來做簡報的說明 下一頁 那我們單位簡報會分成 首先是針對前次專案小組 大概的意見的回覆 那另外針對歷次的審查 我們大概有一個概略的回應 那首先在第九次專案小組 委員的意見大致可以分成四個方向 第一個部分是一群程序來改善現況 這部分我們基金會會繼續努力 來把現況做一個妥適的一個組織 那第二個部分是有關社區安全的離證 包含上次陳委員徐委員跟新委員 都有特別提到 對於環境這邊要特別離證清楚 那在前幾次 我們也整理了整個 大概有800多月的整體開發計畫 那也依照專案小組的意見 我們也延提了水保地質交通 跟建築的一個簽證 下一頁 那第三部分是有關都市計畫辦理的程序的這個部分 那這部分在歷次的專案小組審議過程中 這部分也很感謝這邊 市府曾經在專案小組曾經有討論過 有關整個的這個申辦的這個法令依據的這個確立 那第二個部分是 倘若說本案是目前在尋個案變更的辦理的過程 其實整個討論的深度跟向度呢 其實遠超過目前整個專案通盤檢討它的一個這個狀況 那另外目前是依照整個開發許可的這個精神 那從整個地區的需要 延提整個交通防洪排水跟防災它的一個這個狀況 這部分大致我們有做一個這個處理 那第二個是就目前我們理解目前整個保護區的一個檢討 大致都是建立在兩個原則 第一個是原有的自然保護功能已經傷失 第二個是新的一個功能 就要既有的一個狀況呢 更有更好的一個社會這個價值 所以我們是大概依照這個原則來辦理 那另外經查 目前整個保護區個案邊跟的辦理 並不是沒有這樣的一個案例 那大致呢 已經有大概是接近90件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以這個公共設施公用設備的調整 亦或是說以這個主要計畫去為了改善地區 做一個開發許可的一個布設 那大概近10年呢 也有50餘案 平均每年大概也有達5萬這樣的一個狀況 下一眼 那這個大概 另外呢 我們也參著目前 大概跟這個大委員會 曾經有報告過的都市計畫保護區 檢討的一個審議原則 裡面的原則三 未發展文化教育慈善醫療 那而且現況它的坡度在30%以下 沒有潛在的環境敏感因子呢 可以來檢討做這個特定專用區 那最後是有關 卡洛伊通販檢討的時程 按照目前我們政府辦理通販檢討的時訊呢 大致都有相當的一個這個 攏長的時間 所以我們建議呢 仍然能夠依循這樣的一個訊息的方式呢 來針對整個開發許可的這個內容 來做一個檢視 下一頁 那大致 那另外就是 大概在上次呢 這個 市府這邊也有特別說明 大概現在目前整個個案編更的形態呢 有包含以主要計畫 就策略地區引導環境的改善 這部分大概像貓空行一路的溫泉的開發許可的 精神 那第二類是有明確的審議規範 這部分其實我們也參著 中央呢 也有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醫療專用區 回饋處理原則的這個訂定 那第三類呢 是從這個土地使用的自治條例 那我們這個案件其實呢 跟這個核心醫院有相同類似的狀況 規模達到一定程度大於5000平方米 需來辦理個案都市計畫的變更 那第四類大概是這個配合政策的需求 那所以我們這次大概是這個提請能夠尋第一個模式 也就是剛剛會議紀錄所這個說明的主要計畫先行變更的方式來辦理下一頁 那第四個部分是這個立志小組也特別就整個內容來做一個審議 那就目前申請單位所提的整體開發計畫的內容 那從我們在94年提案之初容積率180% 經由市府來這個辦理公開展覽當時是160% 那專案小組的審議過程呢 是我們在就整個內容來做實質上面的這個檢討是113.2 那目前呢我們遵照這個第九四小組這部分的這個這個決議 也建議好我們採百分之一百 那另外所有的這個容許使用的項目都是以這個正面列舉 就是包含這個表列所列的這些這個項目下頁 那另外就目前整個申辦的百分之一百的容積率 北基地的部分是百分之九十六點零六 南基地是百分之一百零六 那都是以提供急難救助國際志工發展環保教育社福 還有急難所需的倉儲為主 那這些空間呢在這個基金會運用 沒有在緊急這個救災處置的時候呢 那其實它的百分之八十五的空間都可以做地區民眾的公共 還有公益的空間來這個使用下頁 那當然也有提到說是不是五千平方米以下做容許使用 這部分跟大委會報告 依照目前的圖管它的五千所能夠產運用的樓地板面積 是只有一千五百平方米 那就我們目前的規劃呢是這個不服使用的下頁 那最後上次小組有提到四點的意見 第一個部分我們這次已經降為百分之一百 那第二部分我們也懇請能夠採這個訊行的方式 就專開發許可的精神 就目前整個的交通還有建築所有的內容呢 這部分就第四小組的一個委員會的這個確立 來往這個方向往下走 那第三跟第四相關提的這個資料呢 我們在已經有提的這個書面資料 這部分請參考 下一頁 那最後在這個部分有關剛剛出言意見所提到跟公展前後的差異 這部分跟委員會報告 那就公展跟現在的版本 我們這個案件目前只有範圍的縮寫 還有強度的調降 還有使用項目呢 也從十四組精簡到目前的九組 另外就陳沙志弘的空間 同當時的公展的內容 那實驗現在是增加 加大他的整個陳沙志弘的這個量 那另外呢 就整個的回饋承諾事項 我們把它序明清楚 就整個目前的內容 那其實呢 對周邊是有實質的效益 而且他目前的發展的這個內容 對於影響民眾權益 並沒有說增加一些權益的影響 那而要導致說 過去都是在這個審議過程中 經過這個部都委會要求要補飯公展 這樣的一個這個情境 這部分特別跟委員會來做這個說明下一頁 那因此後面就剛剛的一個 這個讀委會的出言意見的回應 下面我們會有四個部分 其實這部分在歷次的專案小組 我們都有分別深對這辦理的依據 還有整個大家所疑慮的環境資訊的離證 包含相關記事的簽證 還有相關的這個調查 以及相關主管單位的函視 來做一個離證 那另外排水志弘的規劃 以及實施計畫內容 那都在歷次的實施審議中 有這個說明跟這個 這個這個 做一個這個了解 那以下我們會就 再要性的一個這個來做一個報告 那當然在這個部分 這部分特別跟委員報告 我們有一個這個很 驚訝的一個動畫影片的這個說明 這部分先做一個這個播放 那待會會有利於後面這四點的一個說明 他更這個精簡 在海運穿越內湖 一動動的高樓間 卻有著一塊 扶著活油路面 和充滿鐵皮建築的地方 這些外表看起來像是工廠的過救建築物 還停留在70年代的同樣 就住在這塊土地堂的朱先生 說著周遭環境的改變 外租道路穿山而過 但他的過救依然 我是第十代土生組長坐在這裏 已經超過兩百年了 那麼 我爸爸是原這裏的鄉民代表 兼這裏的大吳村村長 這邊是做風景修飲 但是也漸漸的改變 特別醒目的是說 我老家前面一個很大的山壁 整個山也慘掉了 現在變為無大代表社區 那左邊的是麗瓦人社區 那個也是整個山群調 變成麗瓦人社區 那麼這是已經部分的改變 建築的在改變 成功不斷 捷運也開通了 我站在我過方的 康夫也開通了 所以整個這邊的環境也講 說建築的一直在改變 大環境在改變 這塊土地的身份和功能也在改變 新路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由七星農田水利會取得土地 在民國69年 將這裏開發成北翠湖國籍網球俱樂部 70年代 這塊土地再度移住 成為公車總站 這些由民營公車公司 所搭建鐵皮屋 就是當時維修公車時的廠房 控地則是停放公車的地方 被輪胎 被滅瀾 我有路面上的油漬 讓這個地方變成破壞內部 最大的隱憂 民國86年 實際購入這塊土地 而當年的鐵皮屋 現在依然存在 民國86年 實際購入這塊土地以前 這個地方已經是遭受到破壞幾十年的破壞區 它在民墓上雖然稱作保土區 但是它已經遭受到實質破壞的破壞區 我們期待實際購入這塊土地以後 將它變成一個 充滿著森林花廠樹木的生態元氣 並富有愛心的 一個森林花廠樹木的生態元氣 一個森林花廠樹木下 叫你的愛心 這個上面的那個又增下來 這個是真的很熱 這樣就來 真的這樣就來 我們這個地方是 我們還是在傳統的 我們最早期的地方 早在 真的 我們沒所謂 不就算我們這個天花板也是 晃過了 孩子的風 我們接雨林的時候 又是這樣的潑潑爛爛爛的 所以經常真的是 走路也是很願望 很磨豆啊 可是它都會漏水啊 像下雨天我們這裡會漏水啊 就這樣大家散開來做 大家都很花氣啦 因為是做了很多好玩樂啊 哈哈哈哈 它越做越平衡啊 在慈激志工全年無休的投入下 14年來發揮教育 和帶動悲逆的功能 而在這裡的環保貓台 曾經支援南非 巴基斯坦 美國 菲律賓 印尼等一載區 並且陸續吸引聯合國MGO會員 國際切割電線學者等 國內外機關團體 前來參考學習 據估計 在民國95年至99年4年間 國內外參訪內部園區的團體 就有793個團次 大約有93,760人 但是 當慈激關注環保的同時 東湖連外20米藏的大陸 就在民國95年11月穿山而過 而高速的捷運行程 也在大湖旁架起兩住 溫湖縣在民國98年8月 晚空騰車 除了政府的交通建設 在環市慈激內湖園區的周圍 大型住宅在這二十年間 陸續一路 環境的變化和影響眾所可見 這塊土地 早在民國63年起 就已不是魚兒游水 鳥兒飛翔的地方 如何在有限的平地空間上 發揮更好的服務功能 還對土地、環境有著更大的幫助 於是慈激展開神聖的平屋工作 首先關注的是遠區後方的山坡 內湖的這個開花案 基本上裡面有北基地跟南基地 北基地跟南基地 都是一個平地 蘇加坡就是順著坡的方向 叫蘇加坡 蘇加坡其實不可怕 你不要動它 上來無事 內湖的民眾說 今天這個案很簡單 就不一定要挖山就得了 只要不到挖山 就沒有剩下坡的民眾 這個是 此季不僅將保留全部的領地 只改變平地空間 不動山坡拖角 未來的建築物 也會按山坡保持距離 關於鄰近地區 妄恨的狀況 專家也做了嚴禁的調查 實際在內部有一個開花案 這個開花案分成北基地跟南基地 這個開花案的範圍 旁邊有一個舊的棉框 叫做蓮波棉框 這個蓮波棉框 它的坑口在這個地方 它的開花的範圍是這麼大 這個舊的棉框 目前已經都在開展了 它的位置 跟我們現在一個開花案 距離是20公尺 它們兩者之間的高差是 20.60公尺 然後因為兩者之間 距離是20公尺 所以 此季南基地的開花 隔離鎂框之間 沒有直接的關聯 也就是說 我們基地的開花 安全方面是沒有明明的 另外 大福居民最關心的強降雨 所造成的排水問題 一照山市來看 實際園區屬於牛丑溪水域 而臨近的大福山莊 屬於大河溪與米粉騰溪水域 不同水系下 兩地沒有直接的關係 此外 近年來台北市政府 已將大福掌門改善 並且進行 成功入海水淋溝和湘海工程 有助於改善海水量和海水速度 為了能因應未來極端氣候的變化 實際在園區裡 規劃大年紀的塵煞射風時 預計可以達到超過2800多 米方公尺的續航量 而這是規定量的一倍之多 實際清建也是會改變 但它的改變 以實際的專業 加上台北市政府的建築之下 我想它的改變是正面的 它的改變是會配合中招 不會破壞環境的改變 以這個地方 這樣的環境 把它列為保護區 機會上不對是不對 不應該是保護區 當然不是允許 那個商業行為說 去蓋很多的建築物 然後來賣 賣住宅賣空間室 政府到底不必這樣做 當然很難得 實際公益 服務 社會服務人類 我想人類不是只有台灣 是全世界 很多送服說來 尤其說到天災自鎮 需要去救助人 不只需要環境 只有實際有這個能力 這樣一個環境 我認為都是 這個鼓勵了解 是一個公益的行為 是公益的行為 應該讓這個案子 能夠順利的往前推 這個對環境的 維不維好 同時也不是一個開發行為 基本上這樣的一個方向是對的 實際 將把佛遊路面 派換成連鎖磚 自然綠地 樹林 以及生態之鴻湖 讓爆米 讓水能向下滲透 解決排水不良的問題 在建築率不超過30%的危機化下 有限制的嗎 各種水地和水池 將讓園區景觀大大改變 此外 回應居民的需求 實際 將在園區內 開闢8米 道路 連結到貨方 由深政府 好那大致的這個 就有經過 內政部的這個同意 那當時內政部呢 也只是有關都市計畫的變更 請我們來洽 台北市政府 所以當時是依這個 來 我們是這個申請人 下一頁 那所以目前是127條第一項 第三款 當然其實整個申辦的內容呢 其實也可以來符合整個台北市的重大的一些發展 那這部分是不是有第四款的採用 這部分再提醒大會 可以來做一個討論 那當然依照這個自治條例所提到的 超過5000平方米以上 要來辦理讀計變更 這部分來說明 那在歷次的這個 剛剛這部分已經呈現下一頁 那整個面積 從這個工展的時候 是4萬6千多平方米 現在是調降 因應整個環東大這個道路的新闢 是調降成4萬4829平方米 那這是目前的這個地級全數下一頁 那大概過去呢 其實因應整個這個地型 當時測量技術比較沒有那麼精準 所以原來呢 是暫行指定為保護區 那現在是因應目前的環境 來做一個這個調整下頁 那這個大概是過去 曾經在台北市辦理個案變更保護區的一個狀況 那大致來說 是有這樣的一個案例下頁 那整個環境資訊的離證 這部分我會很快的這個說明下頁 那當然包含上次幾次委員都有特別提到 那周邊民眾也有一些疑慮的部分 我們也很審慎 除了剛剛幾位這個祭司公會的理事長的說明 我們也發函到各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那整個離證下來呢 目前都沒有這個限制發展地區下一頁 那這是各個單位回應的函事下一頁 那就條件發展地區呢 那目前那只有這個航高管制 跟目前是屬於這個三坡地的這個樣態 下一頁 下一頁 這下一頁 那當然目前呢 其實就這個水保法的這個定義 標高100米或者是不到100米 但是5%以上的這部分範疇 其實就目前極力的下一頁 現況來看 整個的高層都相當的平坦 這部分請各位委員參考下一頁 那整個的坡度 三期坡以下是占94.17% 這部分也在之前的小組歷次審查有這個報告過 那當然就目前即使是公道的三坡地 但是依照三坡地要依照建計規則262條 就分別的這個坡度還有地質 還有這個斷層下一頁 那還有這個礦坑的部分 這部分大概剛剛這個幾位理事長都有特別報告過 那另外我們也做過這個專探 那也沒有在所謂的一個活動斷層的一個範圍裡面下一頁 那這是礦坑的部分下一頁 在大捷法的這個兩側進線線50米呢 我們後面也會把這部分做一個這個避免下一頁 那就環評的部分 那目前是屬於這個主要計劃 都市計劃的一個討論 那後面實質開發 倘若有這樣的一個這個需要辦理的時候 我們會來配合來這個執行下一頁 那就整個排水制宏的規劃 除了下一頁 那就剛剛已經影片中報告過的兩個不同的水系下一頁 那後面呢 我們在規劃上面除了法規要求的一些重現齊具 那我們其實都是高於法規的要求 包含這個排水 我們現在是採這個50年遠大於法規的這個25年 那智宏的部分也是採於這個100年下一頁 那特別跟大家報告是 所謂100年我們現在是以每小時 即將於170.93mm下一頁 那遠高於在這個地方的災害時 在納利風災的時候 當時的這個最高時雨量是每小時107.5mm 那目前我們是高於這樣的一個標準來做設計 那後面設計下來 整個的這個 這邊特別跟委員會報告 因為在之前這個影片拍攝過程呢 在小組審議過程 那我們這次在後續呢調整呢 現在整個塵沙自從量是3020立方 那遠高於法規需求的1546立方下一頁 那所以後面會有這個北基地 會有這個西側的U3跟U4的這個排水路 那南基地會有這個U1跟U2的這個排水路下一頁 那整個的規劃內容可以因應現況 來這個滿足需求 那這部分也很感謝 在過去的這個整體開發計畫裡面 有關水工水理的部分 那我們也之前有為請這個台大水工所 來做這個模擬研修 那今天我們水工所的這個賴模式 也有到現場 那這部分也很感謝在大地處之前 就內容有這個做一個這個 同意被查的一個這個指示 那另外就整個的這個水工所的模擬 這部分請各位委員參考 那最重要的是呢 其實整個周邊環境的改善 從96年迄今 已經沒有相關的這個淹水進入產生下一頁 好那最後第四個是實質計畫的部分 那上次小組委員也特別關切下一頁 整個的內容就是整個是社會福利特定專用區下一頁 那目前的容積健庇的狀況下一頁 那後面我們在北基地的部分 是以社福國際志工跟環保為主 下一頁 那這是南基地目前的一個規劃的一個狀況 那下一頁 那就整個北基地的動線 我們主要實際志工會以這個大眾運輸 那有關的一些大客車 這部分少量的部分 停等線會拉到基地的東側 那有關行政人員的這部分的小汽車 全部都是以法庭為主 那這部分總共有規劃253位 那後面是以這個行政人員的法庭為主 不會是一個這個志工所使用的狀況 那這是南基地的一個這個動線下一頁 那後面整個的一個交通衍生跟這個評估 那目前的一個狀況 大概在C級跟B級的這個水準下一頁 那整個防災我們也會除了配合這個內湖區的整個防災的規劃之外 在這個地方其實是有一些這個 有一些這個 因為這邊過去比較沒有一些公共公用空間的這個提出 那這部分後面我們會 這個結合大湖公園的一個防災的圈 那就基地本身包含防止延燒 還有這個緊急避難的場所 另外呢就目前大湖防災公園它的一個這個 這個災民的安置是一個露天的帳篷區 這部分可以跟我們的一些設施來做一些這個整合下頁 那這是排水路的部分 剛剛有做說明過下頁 那整個的過去呢 不僅是這個災救災整備 那後面我們也會持續來這個 倘若這個大委會同意的話 我們會持續來辦理下頁 那這是後面 後面如果說進入到西部計畫跟這個都市設計的時候呢 我們目前的這個建築規劃的一個跟開放空間景觀的一個構想 大部分的開放空間都會集中 留設在成功路側 然後把建築物呢 跟這個山坡跟坡角有至少15米以上的這個間隔 那來做一個這個空間的布設下一頁 那執災的部分 我們也會做一些原生訴訟的這個這個處理下一頁 那大概跟之前的審議的差異 從620次大會跟這一次我們容積從160調到100 那陳沙志弘也做這個增加 那整個的社會的貢獻 倘若說整個實際的事業要以這個經濟卡值來衡算的話 當然包括一些硬體跟軟體 那這部分目前的計算 這部分提供給這個委員會來參考下一頁 那以上是這次的簡報說明 我們會用心跟環境共生社區永生 還有愛心永續的目標 來發展整個台北市的國際資產都市 謝謝 謝謝